山城会客室 欢迎鼓掌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鼓掌 再一次来跟我们相亲宣导 今年使用牌照税的缴纳时间 是什么时候 好 我们四月份快到了 四月份是缴纳牌照税的期间 那缴纳期间是 四月一号到四月三十号 请听众朋友要记得来缴纳 那如果说超过这个 四月三十号之后缴纳呢 超过四月三十号 我们在五月二号以前 还是可以缴 因为那时候算自纳期间 所以这段期间 我们不会罚自纳金 那超过以后的话 每隔两天 就会罚百分之一的自纳金 最高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一个月的时间 还是提醒大家 要准时缴纳 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综合一些 相亲朋友 常常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像是去年 如果他买车了 已经缴了牌照税 为什么还会收到 108年的这个缴款数呢 是 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 我去年才刚刚买车 不是缴了牌照税吗 那我今年怎么 还有收到牌照税单呢 是 那牌照税是以年度来区分的 是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 所以你去年买的时候 是从你买那时候 缴到年底的使用牌照税 所以比如说 他是去年12月1号买 他就是要缴这个心领牌日的 12月1号到年底最后一天 11月31号 的这个使用牌照税 对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的听众朋友 他的车子已经过户了 或者是报废了 为什么还会收到税单呢 是 那因为我们牌照税 是委托邮局来印制的 我们是在3月 3月11号之前就已经委托了 全面都已经陆续在印发了 所以民众在3月之前 到建立站来办理过户的时候 因为过户要缴清 说的牌照税 对 所以那时候就缴清了 那民众会说 我怎么还收到税单 因为我们税单已经印制 也陆续即发了 所以民众收到之后 没有不用担心 如果确定我已经缴纳了 就把它作废 或是说你不确定 就赶快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帮你查询 再告诉你 所以大家收到税单 就是先看清楚那个明细 就是所有的缴款项目 缴款项目看清楚 那你确定说 我的车子其实卖掉了 你就打电话来问说 怎么收到税单 那我们会跟你讲说 那个作废掉 你确定已经过户了 没有错 那再确定一下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 其实心理想说已经过户了 然后委托他能办理 其实没有办理过户 是 就会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好讲到这个报废 就是像 比如说有些车辆不能使用 他不想要了 那这个使用牌照税是怎么算的 是 有些车主的车子用很久了 他不想用了 要到监业栈来办报废 这个程序 那我们使用牌照税 就算到报废的前一天 因为牌照税是按日来计真的 按日计真的 三段报废的前一天 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车辆如果说验车时间过了 然后他没有去验车 他继续地开在路上 这个使用牌照税的部分会被罚吗 是 这个很 比较重要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 那一般民众预期来检验的话 他会忘记说按照时间去检验 那忘了之后 其实你牌照税又没有缴 那在路上被查获的话 你除了要补那段期间的本税以外 你还会被罚两倍以下的牌照税 所以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对 要按期来定检 然后也要按期缴纳牌照税 对 所以常常会有那个 可能车子停在路上 停很久了 然后可能被检举 然后你们一查获就发现说 这辆车子就是还是必须要缴纳的 对不对 是 是 民众会常常 这个问题也是 民众常常说 我停在路上 对啊 怎么会被查到要被缴纳 我又没有用 对对对 那其实提醒民众 你放在路上 公共道路上 就是类似行持在公共道路上一样 还是会被罚我们的使用牌照税 还是会被罚了 也要提醒大家 好 那接下来就要请教股长 来跟我们的乡亲宣导一下 缴纳使用牌照税的方式 除了可以到银行缴纳之外 也新增到便利超商缴纳吗 是 今年的话 我们在便利商店 只要你输入车号 跟你的身份证制 那一般公司是输入统一编号 是 那输入完之后 你可以印字一张小白单 那我们直接到柜台来缴 很方便 就这样很方便 那它有没有税额的限制呢 我们拍照税 在便利商店缴纳 是两万块以下的限额 所以就以现金缴纳 对 以现金缴纳 是 那有没有那种 比如说用信用卡 或者是其他方式来缴纳的呢 是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很好 那如果民众一般来说 他们会说 那我不想要出门 我直接要现金 我不要用现金缴纳 我想要转账 对 那你可以收到我们税单之后 上面有个QR Code 你直接扫了QR Code之后 那我们销账编号 直接会定印在 直接会显示在上面 你直接输入你的信用卡号 就直接线上缴纳 就很方便 这样很方便 而且现在提倡环保 五指化 对 对 税五指也是一直在宣导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 是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的 很多的乡亲都会问说 这样子的话 使用牌照税税单 我可不可以分期缴纳呢 对 很多乡亲想说他要分期缴纳 对啊 那除了一般你符合 第一收入户 有我们的公务所那边申请 有第一收入户证明的话 你可以来申请分期缴纳 那有些民众会觉得说 我这个月手头不方便 我想要分期缴纳 那建议民众 你其实可以利用你的信用卡公司的 分期缴纳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牌照税缴纳很多是可以不用手续费的 也可以没有利息的 所以建议民众一定要跟信用卡公司来询问 可不可以用分期缴纳 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你的发卡银行 在这个开征期间推出的一些分期缴纳的方法 对 大家注意看你的发卡银行要不要手续费 对 那你可以用分期缴纳 对 那每个银行都可以来缴纳吗 我们银行的话是现金我们零贵都可以来缴纳 除了ZATA银行 还有我们的邮局是不能缴纳的 就这两个地方 对大家注意一下 好 再来请教股长一个问题就是 像是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 他可以申请使用牌照税免税 那怎么申请呢 民众如果领有身障手册的话 可以来向我们税务学申请免牌照税 只要看你有没有驾照 一般身障朋友有驾照的话 这个提醒民众 车子一定要本人所有的 可以就是有身障手册 行照 驾照 身份证那边来做申请 如果说有些民众说 我没有驾照 我的车子是同户籍的亲属 来供身障者使用的 一定要同户籍 也可以来申请免牌照税 他有规定说要几等期以内 要两等期以内 譬如说 配偶 配偶可以 有配偶可以 还有爸爸或是我们死女 我们的祖父母都可以 就是身心障碍的证明 然后行车 执照 驾照 是 同户籍的话 就附上同户籍户口名簿 这样子就可以 那可以代办吗 可以代办 你只要把证件付齐了 可以来随便办 就可以直接 税务局零柜办也是可以的 税务局零柜办理 或是民众也可以到 我们的监理站的一号 我们税务局的住点柜台 也可以办理 甚至民众说 我住得比较远 你可以利用网站来申请 都可以 有 会觉得说 我就不方便跑这一趟 对 把证件直接在网站上上传 也很方便 我现在真的很方便 什么东西 我只要上传到网路上就可以了 对 网站上申请就很方便 对 好 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家里刚好 比如说它有两部车 然后两位又都是身心障碍者 这两台车都可以申请免税吗 是 零友身上手车的朋友 只要有零友手车的话 又有车子供法使用 都可以来申请免排到税 都可以来申请 对 所以有两 家里有两个身杠者 有两部车都可以申请 是 是 是 所以现在其实听众朋友 也陆陆续续收到这个税单了吗 差不多寄发 对 对 税单这边提醒大家 我们3月25号 就是委托邮局来寄发 那没有收到税单的朋友 对 没有收到税单怎么办呢 对 没有收到税单 记得 每个向税务局来补发 或是我们苗栗栗税务局 竹篮分局 或是我们经理站的一号柜台 都可以来补发 都可以补发 对 或是打电话来都可以 都可以 那鼓掌来宣导一下 我们的这个专线的部分 可以拨打那里 专线的话 其实我们的专线是331900 因为民众可能记不清楚 很多专线直接打 对 对 对 打331900上面 就总局这边吗 对 对 上面会说 如果是有牌照税 请拨专辑号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那最后再来 请教鼓掌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刚刚提到 就是办理免税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找那 今年的牌照税 一般民众会认为说 我来申请免税 怎么还收到税单呢 对 今天 像今天的话 我们来申请免税 我们是从核准后 今天开始往 12月31号核准后的税 才免税 这之后的 是 之前的我们还是要来缴税 对 那这个 我们讲排气量的部分 它的限制是什么 对 民众的话 我们牌照税免税的话 是有限 细细数的限额 是2400cc 2400cc 对 危险 对 也就是一般我们自用小客车 对 对 带11234元 差不多 对 好 那最后股掌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牌照税开申期间 还有税务局这边提供的一些服务 我们牌照税在4月份开申 缴纳期间是4月1号到4月30号 重要的是没有收到税单 记得向税务局来补发税单 因为我们预期缴纳会被罚支纳金 甚至他会移送执行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醒大家 准时交税 入行交税 是 好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苗栗县政府税务局 牌照税股的股长 蒋周芬 谢谢股长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三辰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